切鸡鸡鸡鸡鸡你把它切就好了 这样 这个夜报释迦牟尼佛成佛 但是他也没办法帮助他的亲主 不是没办法一直跟他说 不可以先要忏悔 但是要不要做看自己 所以但是这个夜还是要自己受 虽然释迦祖已经不杀身 这三天他们都没有反抗 像红台 他们还是能够守不杀身的戒律 来念佛 虽然释迦祖主圣天 死的过程比较不坦苦 所以我记得 死的过程比较不坦苦 老婆仨的死也不坦苦 就好了 比较好死 死后去记录世界 不要拖刷 要有那个福报才好拖 所以就要准备要守行 要参会 要念佛 要祖鼻 不然不想死 没佛死 很难 所以当然佛陀这样视线 那是视线让我们看到夜报的可怕 虽然距离了 沐建年尊者 打成肉酱 沐建年尊者 相比较厉害 神通第一 但是因为站在佛陀堂 没想要参会 那是神通的草皮 看宽 看智 结果夜报来 神通都飞不起来 我怕死 所以最后用他残缺的肉体 爬到佛陀面前 忏悔 忏悔完以后才死 沐建年尊者 所以各位要听听 这个释迦牟尼佛跟他大导演 赶快演一场大戏 其实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真相是什么 所以让我们去思维 我们外条要做什么 高贵的 平伯沙罗王 这样去用铁膛 死在干 所以 护持佛教的波斯尼国王 雀世 雀世跟他母 雀世在里面 国王 所以 富贵的人 如何如何 有权力的人 如何如何 最美的妓女如何如何 那佛陀佛是把这个人间真相告诉我们 所以各位一定要 所以我们要来解脱生死 我们来好好去百官再改 不要有一点世间的成就 就活在这个骄傲 要精进了 不然呢 这下开始要好上超多了 某种人还在中间 某种人现在是植物人 某种人要开刀 某种人还要死 这是属性 所以各位不能只烦恼惊孙 公平的 不能一直在烦恼惊孙 你自己在买解脱生死 如何烦恼惊孙 你让他多少钱不是害死 让他不知道生死如何在花你的钱 这样没有意思 我们来讲生命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从根本的心脑变死 轮回的问题 放在心肝里面 这叫做解脱度 统终我要解脱生死 好名牌名 那是一个因缘孤步 那个叫善忧善步 恶忧恶步 善恶业报 六道轮回 那是一个孤步 那个不用求 对不对 你也散不掉 都是自作自受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所以好好地 尺寒不能去上海中心 好好地 保死 这样就好了 但这一步呢 一定要解脱生死 不然呢 奉帝也夭死 奉 让自己的儿子躲下死 阿瑟士国王 我们今天有办法疼 看你们的父亲 都是阿瑟士国王 火旗的呢 结果呢 他死了下地狱 虽然下地狱 家宅有 做那些生死 火旗散步 叫乒乓地狱 下去疼一下 快背起来 你也有听到呢 众业轻爆了 因为他有忏悔 台诗老爸 关于老母 他有忏悔 所以好好地 好事散步 忏悔 但是姑母 结果他叫乡台诗 阿瑟士国王 你台诗老爸 他是叫他儿子的台诗 为了地位 管你是不是佛教徒 他会给你死 为了地位 所以龙殊菩萨那时候 国王跟他病悔 国王的侦子就不同 我们老爸都不会死 结果 也是他想办法 给他的老爸死 不用让他老爸死 台诗人数 他老爸就会死 所以呢 杀死了龙殊菩萨 用稻草 所以因为龙殊菩萨 五百世 虽然没有杀掉 五百世禁止他们的杀掉 为了万一枝草 没想到一枝草 没想到一枝草 给他鎖了两枝 这样草菩萨可以沾头 这样 草菩萨是辅导 竟然也是辅导 但是人家为了要唱 地位都不是辅导 了 这点各位要记得 您老爸用唱去 靠到死 那叫做你不是辅导 怎样呢 怎样呢 我问一下 那时候呢 只有利害关系 没有佛法 什么叫佛教徒 惭愧心 哎呀今天事情来了 惭愧心 人家怪当怪塞 那是自己的业 赶快来忏悔 赶快来弥补 这样 所以 对了事情 我接受 那叫做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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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菩萨 心肝痛才是大事 死也不想要 死也不想要 死也想要怎么 后死人家又要来 不怕疼又要来 疼又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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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又要疼 疼又疼又要疼 疼又疼又疼 疼又疼 疼又疼 疼 疼 所以爱是比肉体会疼的 疼又疼 你生一个小孩 不就是十九个小孩 不方便 要疼那两天疼 疼 疼又疼 疼又疼 疼又疼又疼 疼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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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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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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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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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疼 這位老婆佛貴很久 我說老婆佛貴叫我貴我貴不下去 那酒頭的 你貴那麼久在那裡黏嗎 沒辦法我兒子在打拼了 我要求館生菩薩 館生菩薩靈感 另外一個年輕的老婆佛貴 貴很久在那裡在那裡 我貴得很有技術 貴一點點 這樣 我沒辦法要怎麼處理 問菩薩 當然對菩薩有信用 但是那腳很痛 腳很痛 我說背起來就好 為什麼 隨緣就好了 要拔 你如果說拔 要怎麼受傷沒關係 要怎麼拔 老婆要怎麼好 去奉下就好了 隨緣 所以這點 有時候各位要想一想 八觀災界的目的 是一種放下 放下 放下是一種智慧 放下是一種功夫 要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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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老婆 對老婆沒有信用 對婚姻沒有信用 所以各位這個時候 我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我要放下這些 自私 自私 冷酷 懶惰 不熱忱 所以 我覺得 我回到大明講大 這邊 滿安定的 要陰沉沉 滿安定的 陰沉沉 沒有什麼人 外面都是人 裡面沒有人 只有鬼 那為什麼 這個 沒有很積極 各位要很積極 去關心市場的人 那八觀災 要求鬼才來 好不好 後來在市場 求三個坐頭巾 沒有求到 請坐後面 要求人 求人 咬鼻 要怎麼回 吐 休心辦法 所以我每天回來 在菜市場 也好地回用 風啊風 看見 關鍵要租出去 就我們來租 素食店 素食鹹酥雞 素食乳酪飯 我每天想 奇怪 怎麼生理好都不會倒 連冰冰也不會倒 我們公調不夠 念不夠 不夠 所以四種的 四種的 東西 越來越 就像電動玩具 吃喝嫖毒 越來越興盛 對不對 但是 佛教 不興盛 所以我這樣講 希望各位 受八觀災界 念這邊 來 為了重心 其實就不用說 衛心點就很厲害 好 要想盡辦法 讓佛教熱絡 你要來收八觀災 你要準備一個禮拜 去隔壁去講去救 這樣 為什麼要收八觀災 有什麼利益 超度做生 我們這些都不用錢 不用錢也沒什麼人 好 因為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去盡力 所以要有這種積極的熱誠 人家一個來又一個回去 會一個來一個回去坐幾層 那叫做孤獨地獄 一邊一邊說 你一個來 因為這個孤單老人 要怎麼出家 又自己一個 這樣 比較好過 準備養老 所以 出家不代表修行 在家也不代表不修行 修行在你內心裡面 內心要對佛法 有真實的了解 所以 要什麼才是真正修行 好 所以各位這樣了解 這是一個解脫道的基本 三頁清淨 辛苦 沒殺生 偷渣 愛染 種種悔悔 好悔 不要騙人 沒人說人疏悔 說沒有意義有的 甚至沒有 我們這去找到念佛 雙經 持久 流亂義 好聽的聲音 放人家佛佛 這不簡單 有的人常常用佛法跟他唸 用佛法跟他唸 用佛法跟唸 比如說我吃菜 唸他沒有吃菜 這樣啦 我覺得我對 唸他佛佛不對 用佛法跟唸是很沒主意的 佛法的重點是主意 既然國家不對 對 也是對方 欸 我這樣好好跟他 笑一笑 慢慢跟他講 這樣啦 我們不可以從四間法 拔來呼喚 老爸在不怕 班長在不病 所以 這樣你會想 認為我是對你是錯 這樣是不對的 佛教永遠以慈悲 以柔軟做基本 但是我發覺現在很多佛教徒 拿著佛法批評別人 罵別人 而且講得很難聽 講得頭頭是道 這個就是 這不是佛教 這是一種很殘毒的心去討論 所以我經常說 蛇喝水還是變毒 如果你的口業不好啊 稱恨心強啊 你沒有悲心 你讀大乘佛教有用嗎 所以我們讀大乘佛教 就大乘佛教 就是為了慈悲 那慈悲必須表現在你的外表 當然解脱到 我是阿老闆 別跟我說話 這樣可以 另外一回書 因為我要 隔離這個世間 菩薩道 所有的修行 是為了對方 接近對方 你越壞我越要親近你 去趕到人間監獄 去老人院 殘葬醫院 去地獄 希望哪一天修道 能夠直接下地獄 惡鬼道 去幫助眾生啊 所以我們不能說 我今天 不殺生不偷盗 那我就可以罵人家 就是我做到 但是別人沒有 我要對他很慈悲啊 怨待眾生受無量苦 然後呢 想盡辦法要讓他 慢慢引導他 讓他快樂 所以 我把他看到一個 很冷的 打拼拼到死 就我對他的了解 他殺意的諧疑很多 還有